欢迎回来全球进行室 我们继续来看纽约有一间糖果吧 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糖果店 店老板是知名服饰品牌创办人雷夫劳伦的女儿 身为富二代的她选择创业开糖果店 而店里开发出的糖果品项是多达了7000种 另外他们还跟美泰尔或者是三地欧等公司合作 推出联名商品 接下来她还打算要前进杜拜跟日本等地开设糖果粉店 一踏进店里就可以看到色彩缤纷的各种糖果 位在美国纽约的这间糖果旗舰店总共三层楼 你想得到的糖果口味在这边都能买到 7000种糖果但我们转移它们 所以我们转移每个假期 每个特别的假期 对糖果迷来说这里根本是天堂 而一手打造出这个糖果王国的人是他 迪伦劳伦 小时候看完电影《巧克力冒险工厂》之后 他就对五颜六色的糖果非常着迷 长大后他更决定要开一间糖果店 创业的路上他的父亲知名服饰品牌创办人 雷夫劳伦提供了他不少建议 创业十多年来 他的糖果王国不只生产糖果 也跟一夜结合 玩具抱枕 娃娃车或是假脚托 这间糖果吧的知名度 吸引像是美太儿或是三粒欧等公司 主动找上门 要推联名商品 目前这间糖果店的版图遍不全美 接下来他们还打算要前进杜拜和日本开设分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石头大厂这几年来 纷纷投入智慧眼镜的研发跟制作 英特尔也决定加入战局 他们研发出一款智慧眼镜 群流进行室的最后 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我是秦林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